非常欢迎你来到水与阳关系节 随着恒大许家印事件的持续发酵 我们看到在他身后的很多人都被广大吃瓜群众们一个一个的挖出来了 其中不乏很多知名女性 而最令我惊讶的就是恒大歌舞团团长白珊珊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网友的好奇也不过是一阵风 风过去了 这个人就会被遗忘了 然而就在最近这几天 白珊珊却自己突然之间跳出来 自证清白了 我们先来一起回顾一下她的自白视频 这段时间我经历了一场网络造谣 我相信对任何女性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身边很多朋友让我不要给予回应 说这就是一阵风 过段时间就过去了 我也相信大家有判断事情的能力 所以我没有给予回应 后来我发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判断的能力 网络造谣也越来越没有底线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真实的情况 时间回到中秋节的当天 我发现各项矛头都在指向我攻击我 对我和我的家人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无数的骚扰信息电话铺天盖地的向我袭来 此时我发现事情的严重性 并开始核查事情的起源 且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舞蹈从业者 并未做过跟工作无关的事情 至于你们议论的房啊 车啊 工资啊 这些都是有备案和记录的 假的 真不了 真的 也假不了 是经得起 推敲的 我今天站出来 是想告诉更多的女性 在遇到这样的问题 要拿出法律的武器 保护自己 你们攻击我 辱骂我 诋毁我 发我的照片辟图 甚至 还有人诋毁中国艺术 这些我都截图作为证据 接下来我也会交给我的律师团队 没有人可以无底线的攻击 和伤害他人 每一个人 都要为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 我从小就很热爱跳舞 舞蹈 是我一生的梦想 我对工作尽心尽责 我努力拼搏走到今天 并不是让你们那些无知的人 拿来诋毁的 再来说一下 舞蹈团对演员的栽培 没有日复一日的训练 没有严格的管理 没有专业的艺术 怎能登上一次次闪耀的舞台 这些荣誉证书 是我一生的骄傲 请大家理性看待问题 不要以谣传谣 有一句话 欲试则冷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很感谢支持和鼓励我的人 让我更加的勇敢坚强 我们看到 视频中的他说 所有网友对他的攻击都是造谣 所有的电话和短信 都是对他的骚扰 后来我看到关于这个事情 网友们的评论 似乎都对他不买账了 好像没有一个人是同行白姗姗的 大家的态度是他在越描越黑 其实大家最好奇的就是 他凭什么拿着高薪 住着豪宅 难道仅仅是靠他跳舞就可以获得如此丰厚的收入吗 那么国家的那些科学家 那些英勇奋斗的战士 相比之下又算什么呢 我在网友们的评论中看到 大家最气愤的就是白姗姗在视频中所说的那几个字 我的律师团队 很多吃瓜群众都非常好奇 你一个跳舞的人 你自称自己是多么的清白 自己多么的纯洁 那么你的律师团队到底是来自何方 你的这帮律师们到底是在帮人 还是在帮鬼 你给他们的律师费 难道不是恒大诈骗老百姓的血汗钱吗 甚至有人还说 白姗姗这样子蹦跋出来 就是硬生生把自己推向无底深渊 他本来是想谋得大家的同情 让大家看到一个弱女子的柔情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早已经不是她想象中的样子了 后来大家反而对白姗姗更加的愤怒 更加的仇视 认为她真的太不地道了 真的是厚颜无耻 细细想来也是 你自己躲起来就好了 风生过去 你不还是一条好汉吗 你见过那么多的大风大浪 怎么现在反而不能忍了 你现在又跳出来刺激大家的神经 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尤其是那一句 我的律师团队 真的让人寒心 反正我对白姗姗的所作所为 真的是感到无比痛心 她真的是太拎不清了 这个时候跳出来 不等于是自杀吗 朋友们 你们对于白姗姗这样的举动 是怎么看的呢 你们支持她是无辜的吗 期待您的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